为了陆生来台修法 国民党立委赵丽云昨天也被民进党立委掐了脖子昏倒送医 昨天晚上马英九总统就面胜临重的到台大医院急诊室去探视赵丽云 马总统还用相当严厉的语气来谴责民进党使用暴力干扰议事 而且两度的呼吁蔡英文要约束自家的党籍立委不要使用暴力 甚至还说民进党的做法是会以小国籍的